接著請玉林委員 看到NCC因為中天 韓國瑜報得太多 鳳凰展翅 縱罰了一百萬 還要要求改善 玉林真的想問民進黨的朋友們 你們所追求的毒 是台獨還是獨裁 轉台是粵聽眾 也就是觀眾最大的制裁 NCC說韓國瑜報得太多 會影響粵聽眾知的權力 好像台灣就只剩下中天一家電視台 這個是事實嗎 台灣有親民進黨的電視台 也有關注世界國際的電視台 這就是已經在這個市場上 有成熟的分眾機制 民進黨的電視台 也曾經出現賴清的祥雲火龍 也曾經對陳水扁 蔡英文 陳菊 賴清德有造神話的傳記跟專題 也曾經一整天在抹黑特定的政治人物 NCC也被檢舉過非常多次 為什麼NCC都沒有處理 這不就會讓人懷疑NCC的獨立性嗎 民進黨最大的問題就是輸不起 台大選出管校長 民進黨輸不起 2018的選舉大辦 不知道檢討自己 反而去怪媒體 不喜歡這個電視台 轉台就好了 轉台有必要搞得像革命一樣嗎 不喜歡這個電視台 但是別人喜歡 尊重別人的選擇 這不就是民主自由的真諦嗎 如果連這個最基本的尊重都做不到 還要立法器限制 請民進黨想一想 這就是你們要搞的專制跟獨裁嗎 要認清現實要搞清楚 中天電視台有多少人看 是民進黨在決定的嗎 如果民進黨英明省武 能夠使得國家國泰民安 誰會去想看韓國瑜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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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